徐募策劃師,這是何大米 今天要做食物 徐募策劃師要做什麼? 廚餘,我們今次把廚餘煮了 又是煮蘋果批 我很擅長煮廚餘蘋果批 待會講個故事你會知道 材料方面,蘋果批 蘋果上周盛的 這個又是廚餘之一 上星期,早兩個星期 用剩下的蘋果,切粒 還有牛油,加上糖一次過 煮完就煮爛,然後放進這個 類似燒原毒的玻璃瓶 可以放幾個星期 這個呢 就是經常說錯過的Puff Pastry 買算吧,不要煮 自己煮也不行 大家先不要煮這些 吃飽才算 牛油,沒有糖 沒有鹽的牛油 蛋就要蛋黃,待會塗邊 糖,少許就可以了 今次這個甜品 蘋果批,法式蘋果批 這個甜品 主要是來自這個 Pumpot 撒面的糖很少 很健康 今個星期 還有些粉 撒面 待會滾這個Pastry 就會用到 這個Pastry 現在有500克 500克 500克用不完 如果一個Pastry 有底有面 大概350克 500克是多的 待會打開之後 把它切開兩半 然後就滾平 沒有技巧 很簡單 記得預早一晚 將這個 放在冰箱的下隔 不要再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太硬了 現在很硬 我另一個是放在下隔 好 現在切蘋果 滾這個 切蘋果 放在這個上面 藍油 這個砂糖 然後焗 完成 焗半小時 把蛋 抹茶 放在這上面 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中央 放在冰箱 加熱 放在冰箱 加熱 放在冰箱 加熱 1輪 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中央 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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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